前隆皇帝治理万机,但会透过观看、把腕古腕放松并转换心情。 寄情畅游在这些精致的小剑古腕袖珍自画之中,也会在上面留下乾隆的印记,并乐此不疲。 为了方便玩赏及管理,乾隆皇帝更下令制作乡霞,收藏这些小剑古腕西洋其真。 甚至让每件真腕都有专属座架、格子,巧妙地收纳在这个皇帝的玩具箱里,清宫称之百石剑,故宫则统称为多宝阁。 其成枣多宝阁里面,到底装了多少古腕呢? 答案是由55件文物存于箱内。 而这本《古腕名色折子》是极穷枣多宝阁的文物清册,记录了箱内所有物品,也一并收纳在其中一个夹层中。 工匠在小小的空间中,想方设法收纳材质及造型各异的古腕物件,为各式古腕量身定做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内部空间, 以及大小不同的明替、暗替,增加寻宝的乐趣。 极穹枣替霞,用南木胎贴上皇帝梅花万字锦制作而成。 而每个多宝阁的替霞所用的颈部都不尽相同,可见乾隆皇帝对多宝阁细节的讲究。 极穹枣内乡,为山水归鹤石绘二层乡。 核上浮雕几何山形。 松叶结笔零字,为细雨水边鹤二三层群,是为吉祥的象征。 构图巧妙流畅,质感高贵。 而现存的多宝阁内乡,大多使用此种石绘漆核。 灰测是受明末引来,认为日本漆核最适合用来收藏古物的影响。 极穹枣内乡外面还有一个套箱, 是测开加T板的设计,以方便拿取。 此套箱是由紫檀木镶嵌象牙花纹制作而成。 乾隆时期制作的套箱多是这种形式, 有明显一致的风格。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多宝阁的喜好与对美感的追求。 多宝阁的结构精巧,造型多样, 布满机关暗格,被称为皇帝的婉聚箱。 乾隆皇帝畅游在多宝阁的趣味空间, 与令人惊艳的古万工艺之中, 暂时释放自己与朝政之外, 也造就了多宝阁的精工时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